5月23号给大家做的那个绿额换盆 把它整个都蹬出来 然后又重新深埋的那个视频 就是现在呢 虽然说有小伙伴说这个盆很大 但其实如果看了之前那个视频的 小伙伴会知道这一大截 就全部都是它的这个镜了 就是如果小一点的盆 它就没有这么深 就是找不到比它还要合适的盆 就是比较高 然后这已经是我能找到 就是最最合适的 但是它其实还会一直往上长 这个我就不知道之后应该怎么办了 如果它还是长很高 之后还要深埋的话 那我就不知道给它怎么操作会比较好了 可能就扣个杯子 但是就会很丑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更新 就是之前一个月前 整个脱土 然后弄出来的那个绿额 今天已经上周其实就已经长新叶了 这个叶子已经慢慢再抽出来了 然后其他叶子的状态也都还是可以 上一次视频 给大家讲说最老的那片叶子 有消耗掉 消耗掉了一片叶子 之前是四片 现在是三片 新叶出来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担心了 我觉得它应该是恢复的 还可以的 底下那个老根我是没有去的 这个就有很多小伙伴在评论里面说 老根都要去掉 不然它会烂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把它全部脱土了 它就变成无效根了 所以我还是把 拔出来是多少根 我就给它塞回去 但是现在看起来 有这个新叶子 感觉应该也还OK 给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5月23号那个视频 不是在换盆脱土的过程中 拿出了11个的鹅蛋 就是这个这个大鹅 它土里面的那个蛋 11个好像 我印象中是11个 然后现在呢 你看 这个已经长牙了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都是出叶子了 然后六个 这个是有牙的 七 八 九 九个 这边还有一个 十个 这个是最晚的 十一个 对 我没有记错 应该就是这十一个 然后很多都已经 展开了 这个已经第一片叶子打开了 我应该很快会给它上个盆 然后这三个也很快要打开了 反正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吧 这个水苔盒还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应该是我之前的一个 避浪的那个根 也长得还可以 然后其他其实有好多都烂掉了 这个是我的亚马逊日落 全烂完了 一点都不剩 行 那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